星期三的《香港Morning Gory》里面 我都说了一件事 就是关于 咦 为什么有一宗枪击案 在台湾新北市的新城区里面发生 疑犯打死人之后 潜逃到中国的厦门 而在防疫的时候 台湾就给了一些资讯 厦门这个公安局 而这个公安局 就收取了这个资讯之后 运用两岸的共打协议 就是把这个人判断到 现在这个人已经坐完防疫监 出来之后 就会被遣返回台湾接受法院的审判 这件事件 当然在我的节目里面 我都有提出了一件事 咦 是不是我们香港可以借镜呢 香港是中国所谓永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是大陆的法律 现在也进入了香港 有个国安法 大家都知道 就是来到大陆法 凌介于我们的基本法 就是特区政府 当然是一个废柴的政府 就是在外交里面 什么都做不到 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 既然你做不到 你没有资格和台湾去谈 没有办法 就是有这个level 就是和蔡英文总统 他们的政府里面去谈 为什么可以把这个陈同佳 扔回去 那林郑说 你这个致婆 就麻烦你求救 现在有这件事件 是不是可以把佳仔 申请港版健康码 上大陆 然后用这条协议 扔走呢 我这个呼吁出了之后 潘太太可能看到了 他们自己立刻就 draft了一个新闻稿 就发了去很多不同的媒体那里 大家都知道了 陆续昨天都见到 Now TV Cable 大纪元 很多的报纸 都有报道这一样的东西 有见及此 我也知道了 潘太太是我的粉丝 我就跟潘太太说 你有没有东西想借助老鹅的香港 Morning Glory 里面和香港人去聊聊天呢 就做了一个 17分钟左右的访问 这个17分钟的访问 就会在9点15分呢 我就会发放出去 我知道有很多媒体朋友 今天都可能会在看老鹅的节目 我尽量少点粗口 不是我的粉丝 我怕你们习惯不想到 尽量减少这么多 生殖器官 鱼蝦蟹 士多啤梨 苹果橙 等等 我会在9点15分 播出这一段访问 首先 看看还有什么网友收集 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穎的妈妈 要求疑犯陈同佳返回深圳 由大陆根据两岸互助协议 将她移送台湾 潘太太建议参照早前 大陆将一名冲击案疑犯 由福建遣返台湾的做法 要求陈同佳返回出生地深圳 再根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及司法互助协议 将陈同佳移送到台湾受審 潘太太又对所有香港人致歉 说这几年见到陈同佳案 令香港人受苦 一直都很伤心、自责和愧疚 希望港人原谅她作为母亲 及于为爱女讨回公道 被人利用 导致香港急剧变化 还能复得得到 派遥 后来 我们就在用救出 写生 谈和神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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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